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说起豆腐,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它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家常菜, 也是公认的营养食品。 而且吃法很多,味道鲜美, 深受素食主义人群的喜爱。 然而,这种美味的背后却潜藏危险。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知道, 原来豆腐与这八样食物同吃, 产生的毒素晒过砒霜, 你肯定也这么吃过。 豆腐是以黄豆、青豆、黑豆为原料, 经浸泡、磨浆、过滤、煮浆、 加细、凝固和成形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大众化食品。 关于豆腐的营养价值已经被广泛认可。 豆腐被称为中国奶酪。 德国明星周刊等媒体曾把豆腐评为世界上最美味可口的佳肴。 德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还将豆腐列为 具有减少冠心病风险等功效的健康食物。 豆腐的最有价值的一点是什么? 那当然是豆腐里含有的优质蛋白了。 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 人体的每个组织,毛发、皮肤、肌肉、骨骼、内脏、大脑、血液、神经、内蜂蜜等都是由蛋白质组成。 蛋白质对人的生长发育非常重要。 大豆有植物肉的美誉。 它是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质最优秀的食品。 用大豆做成的豆腐,蛋白质也不差。 每100克豆腐里含有蛋白质8.1克。 吃了那么久的豆腐,你估计还没吃明白吧? 本期视频带你了解你所不知道的豆腐。 豆腐对人体的益处 1.补钙 豆腐是补钙很好的一种选择。 和牛奶相比,豆腐或者豆浆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 因为中国人中,有很多是属于乳糖不耐受的。 豆腐在加工过程中,由于加入了卤水, 从而让豆腐中钙铭的含量比大豆更高。 据研究表明,每100克豆腐中约含有164毫克钙, 是补钙佳品,由适合缺钙人群食用。 2.保护脑组织 豆腐中的卵磷汁,还有异于神经、血管、大脑。 脑神经细胞中卵磷汁的含量约占其质量的17%到20%。 充足的卵磷汁能维持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和运转, 从而提高脑细胞的活性化程度, 提高际遇与智力水平。 3.缓解更年期综合症 更年期综合症是每位女性都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在更年期间,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 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而豆腐刚好有更年期保护神之称。 豆腐中含有丰富的植物雌激素, 能够让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始终保持平衡状态, 从而起到改善更年期综合症的作用。 4.预防乳腺癌 制作豆腐的大豆中含有大豆一黄铜, 可调整乳腺对雌激素的反应。 据研究表明, 日本妇女尿中的一黄铜浓度 为美国荷兰妇女的100到1000倍。 这与日本人常识大豆有关, 也是日本相与欧美国家相比, 乳腺癌发生率较低的一个原因。 因此,豆腐还可以有效地预防白血病, 结肠癌,肺癌,胃癌等的发生。 5.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豆腐中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分解负于血管壁上的胆固醇, 不仅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对肾脏也具保护作用, 有助于减少肥胖的机会。 制作大豆中含有的灶肝, 清除体内自由基, 具有显著的抗癌活性, 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抑制血小板聚集, 抗血栓的功效。 豆腐中含富含多种氨基酸, 还可以有效地为人体补充营养物质, 但是豆腐的营养价值再高, 有节食的患者都要少吃。 对于节食患者, 这道美食简直是健康的杀手。 豆腐可以补钙, 但是补钙食品会导致节食的增大及发作, 因此,有节食者的患者一定要谨慎食用。 八种食物不能与豆腐同吃。 一,不能与蜂蜜同吃。 豆腐和蜂蜜都是营养佳品, 但这两种食品不能同食, 因为豆腐能清热散血, 下大肠浊气, 蜂蜜干凉华丽, 二物同食, 抑制蟹蟹。 同时蜂蜜中含多种酶类, 豆腐中又含有多种矿物质, 植物蛋白及有机酸, 二者混食亦产生不利于人体的生化反应。 固食豆腐后, 不移食蜂蜜, 更不移铜食。 二,不能与胶白同吃。 胶白中包含草酸比较多, 碰到豆腐中的钙会结合形成难溶性的草酸钙, 长期一起食用亦形成结食。 三,不可与羊肉同吃。 羊肉同吃亦发生黄胆和脚气病, 维生素B1缺乏症, 因为豆腐是由大豆制成的, 性胃肝微寒。 羊肉是大热冻火的食物, 与豆腐的功能恰好相反, 两者长期同吃会影响身体健康。 四,不可与牛肉同吃。 豆腐不可与牛肉同吃, 否则会容易令人发躁上火。 五,不可与竹笋同吃。 豆腐硫酸钙, 而竹笋还有草酸, 两种食物遇到一起可生成草酸钙。 这种白色的沉淀物不仅影响人体吸收钙质, 而且亦导致结食症。 六,不能与柿子同吃。 柿子和豆腐不宜一起吃, 柿子含柔酸多, 豆腐中含有鹿化钙, 同吃亦生成柔酸钙沉淀, 造成胆结食、肾结食等结食疾病, 建议避免。 七,不可与鲫鱼同吃。 豆腐不可与鲫鱼同吃, 否则亦引起水肿。 八,小葱不要拌豆腐。 经常说, 小葱拌豆腐, 一清二白, 但实际上, 用小葱拌豆腐会造成不清不白。 因为葱中的草酸 易于豆腐中的钙 结合成难以溶解的草酸钙, 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 长期食用亦导致结食。 豆腐和什么一起吃比较好? 一,豆腐配肉蛋, 营养高一半。 豆腐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但缺少一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氮基酸。 如果单独烧菜, 蛋白质的利用率则很低。 如果将豆腐和其他的肉类, 蛋类食物搭配在一起, 可以提高豆腐中蛋白质的营养利用率。 二,豆腐配海带。 豆腐中还含有多种造脚带, 能阻止过氧化脂质的产生, 抑制脂肪吸收, 促进脂肪分解, 但造脚带又可促进点的排泄, 容易引起点的缺乏。 海带含点丰富, 将豆腐与海带一起烹调, 是十分合理的搭配。 三,豆腐配青菜,身体不受挫。 豆腐属植物蛋白, 多时会引起消化不良, 青菜能促进消化, 若与豆腐伴食, 有利于豆腐的吸收, 人也就不会受消化不良的困扰。 加点又补钙, 豆腐极其大豆制品, 营养丰富, 价格便宜, 真的很值得食用, 但是在食用过程中, 一定要警惕食物相克,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伤。 世间万物很多东西都是相生相克的, 食物也是。 除了豆腐, 还有很多其他的食物是不能一起吃的, 比如螃蟹和柿子。 如果大家需要, 我们可以单独出一期科普这一类的视频哦,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豆腐就不可以和我们上面提到 这八种食物一起吃, 特别是我们常说的小葱拌豆腐, 万万没想到, 这个菜都已经成歇后语了, 两者居然不能一起吃, 因为这样吃容易形成难以溶解的草酸钙, 长期食用容易导致结石, 现在知道了, 千万要避免开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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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